这个小岛是我的老家 大陆离台湾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小岛 距离台湾新竹县仅68海里或者126公里 聊了一晚上的阴间话题 海岛的早晨竟是阴雾的 刚刷完牙老爸就买回了新鲜的海鲜 但我们参观了一所旧学校 我也曾在去新加坡前 在这个学校度了半个月 没想到小时候挺大的学校 现在再来看这个建筑这么小 铁门外则是山羊妈妈和他的小孩 小羊羔在妈妈的庇护下 羞羞大大像极了刚开雪的小朋友们 除了学校的山羊 岛上还有景边的鸡 鲍鱼宽热的猫和人一样大当温顺的狗 等着被晒干的粉红虾 骑行怪状的鱼 还有好大好漂亮的螃蟹和螺 岛上的海资源不算富饶 但品种也算丰富 所以小小的岛上庙特别多 祈求掌控自然的神明 让这片岛屿分调与顺 平安喜乐 码头边住着小姑家 门口一喊 小姑就看下手上的活出来了 激着院墙开窑 没多久 老爸也载着三个 加起来不到十岁的子女来了 于是我们一行人 跟取经似的又晃晃淡淡地走起了 这个码头比较小 主要是渔民在用 门开始打量起这座空着的红房子 捕鱼网啊 门口坐着织鱼网的渔民 房子周围堆满了捕鱼所需的用具 让这座房子颇有鱼感风情 这个灯有自己的想法 雪妮加小石头 很好看的 早上的鹦鹉在这个时候被吹开了 十点多的阳光已经非常晒人 路边的龙舌兰却依旧坚挺帅气 昨天我们采的库罗太小 老妈给我们整了点大力的罗 一粒粒吃起来甘甜甘甜的 还挺有乐趣 小姑子送了我们一只不知名的鱼 说是买不到 吃起来肉质尽到 很受本地人欢迎 这两天一到饭点就一顿团旋 以至于镜头都没拍就出门了 岛上一年里的庙会特别多 庙的门口搭着戏台子 唱的是普鲜戏 虽然一句听不懂 但是现在有电子屏幕真是贴心 就算是看热闹也得让我们看懂 一进庙就会上在庙会帮忙的大伯 十只十只十只 于是我们一人十只箱流程就走起来了 没想到庙里除了有电子屏幕 还有电子点香器 真是高级 正败左败右败之后 手里的箱都擦到了箱炉上 希望向上飘升的烟 这边可以带着我们的心愿让神明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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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没见的小岛给了我们许多新奇的发现 既是熟悉又是新鲜的 小岛生活下期再许朋友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